今天回到国内来关心国民党主席选举 9月就要登场了 除了现任主席江启臣争取连任之外 前主席朱立伦呢 今天也现身对外正式宣布他要投入选举 就目前的人选来看 除了朱立伦跟江启臣是明确表态之外 还有这个孙文学校的校长张亚中 以及我们看到是张化县前县长卓博元 四个人都有明确的表态说他们要来参选 那党内人士倒是认为了 在前高熟市长韩国瑜 跟国民党智库的这个副董事长 连胜文参选的几率不高的状况之下 现在是形成了反江派的势力集结 至于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面对挺江派说要拱他出来 参选2024年的总统卡住朱立伦 这样的说法 侯友宜低调回应说 现在还是先顾好疫情 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白色T恤 搭配蓝色西装 脚上穿着白布鞋 打造年轻形象 不只炮轰民进党也剑指 现任主席张启成 这场选举被视为反江派大集结 目前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 和国民党智库副董事长连胜文 参选几率都不高 可能和朱立伦结盟 不过党内挺江派也有动作 外传可能立拱人气很旺的新北市长 侯友宜出来搅逐2024年总统大卫 党内民主我一向都是平常心看待 而且也正面看待党内的良性竞争 那这个对个别候选人的 或参选人的评论 应该交给政治评论员 疫情才刚降温 却让延后到九月二十五号 登场的国民党主席选举 竞争更加白热化 华世新闻张胜宏黄瑞林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